说到一台深空灰色的6s 咱们看一下客户要求 手机可以正常开机 6s换电池 摄像头灰尘清理一下 检查手机存在的问题 拆下来的电池返回去 好的 咱们看一下这台手机 后置摄像头里面有灰尘 前置摄像头没问题 里面很干净 咱们看一下电池健康 显示维修 最大容量78% 确实需要更换电池 后置摄像头打开 有很多的黑点 前置摄像头正常 测试了一下 其他的功能都正常 就是电池需要更换后置摄像头 内部有黑点 而且距离近的情况下 拍摄清楚 距离远了 不对焦 特别模糊 后置摄像头的对焦坏了 这个需要更换后置摄像头 好 咱们首先将手机关机 拆下尾部螺丝 前几天坏电池的视频忘了说 拆屏幕的时候 屏幕四周均匀加热 这样容易一点 拆开屏幕 拆下盖板 盖板螺丝断电 然后拆下屏幕 将后壳四周的防水胶清理干净 拆下电池 拉电池胶的时候 最后拆下振动器 电池拆下之后 再装好振动器 咱们看一下这个后置摄像头 将后置摄像头拆下 这个以前换过 后置摄像头有灰尘 咱们换一个新的后置摄像头 装好电池 打上防水胶 最后装好屏幕 打上尾部螺丝 最后咱们开机检测 咱们进行远距离地检测一下后置摄像头 非常的清晰 咱们 problematic 与盖板转弹地检测 咱们盖板转弹地检测 咱们开启动器 剩蛋转弹地检测 咱们开启动器 把点掌声